Hello 大家好 這段影片就是想說 前世回憶 前世回憶錄的 例如 催眠師 或者治療師 類似的 類似的 我突然很好奇 自己的前世 是怎樣 他已經回覆了我 那他就說 我是 前世文革時代的 包竹婆 很有霸氣的包竹婆 那就是香港的 好惡啦 好霸道啦 沒有人夠膽 夠膽向前一步 也都沒有人夠膽不辨你 不敢辨我意思的 他還說我當時呢 就是穿著一個中式的格仔衫 拿著手帕 電券 就是好像 那個什麼 好像那個包竹婆那個 就是功夫的包竹婆 記得那個嗎 年秋那個 我忘記她是什麼 我忘記那個女演員 那個女演員 不記得是什麼 類似那個角色 但我又不是穿睡衣的 就是 我盡量用那個圖 現在可以的話 那他就說 我戴著黑激眼圈 咦我又 我今一世 我今一世 也都是大黑色眼圈 我 而且很不注意用的 那我 到今世 我都一樣 行的 那他就說 我對於本 那這本分的工作呢 講的前世 那份 就很盡責的 無論遇到什麼問題 不論是計劃自己 或者別人 他都不會突然之間 隨便中斷我計劃的 他說我是一個相當善於鞏固自己權威的人 那所以呢 就是說 我愛情方面是比較孤獨的一個 對 那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的 氣場 是一個霸氣的風格 OK 所以 令其他二線都不敢 向 就是 和我走近 或者搭出一個圍牌 因為 他們覺得 我會給他們一個檸檬 一隻都是說前世的 OK 那 那 我的前世呢 就是一個家族生意來的 是有家族生意的 他就說 我家人很以我為榮的 他 很多時候都已經 達到了他們的目標 或者拿了一百二十分的 那 我們家族的人呢 就說 我有機會 是成為包裝婆 這方面的行業的 那 所以呢 他就是說 我是一個 很有管理能力的人 那 我 繼續說 前世的 前世的感情不順利 那 每一次都是喜歡人 先 但是 對方又覺得不合心意 後來 後來因為 那 其實 我又覺得今世呢 又真的 每次都是我喜歡人 先 而且 都不是幾次 你 他就說 因為後來因為家族生意的機會 說回前世 因為後來的家族生意的機會 家人呢 就是一個政治 生意婚姻 就是叫你 因為他就說 我太專注於處理一個 現在的問題 所以就藏實了一個 升職或者開 學 視野的機會 那 他 他跟我說呢 他就說 如果你願意提供一個 療闊的思考空間呢 或者一個有必要的客觀性的 角度去重新檢視自己呢 其實是會有更好的表現的 那 今世呢 他說 有時候呢 我做事呢 就比較盡心盡力啦 還有 做每一件事呢 就會忽略自己 他也都說呢 這個 治療師就說 也都因為我 經常關心家人 員工 同事的健康狀況呢 就忽略了自己的 那 他說呢 他們呢 應該學識自己 善於不解的 什麼本領 應該運用自己 照顧自己的身體身上 健康身上 也都培放有規律的進食 和睡眠 就是一個好開始 就是他建議我 培養一個有規律的進食的習慣 睡眠的習慣 都是一個好的開始 那 他就說呢 我的 他跟我 我跟我 現在的家人呢 是感情很好 那 這也是差的 但是 今世的愛情運 就是差一點的 OK 那他就建議我呢 就放下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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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前世的性格 例如將自己的性格 變得溫柔一點 那 他就建議我呢 就嘗試去 完全亂 或者是 想遠一點 或者花一些時間 和精力在自己身上 開放自己的心胸 去接受別人的意見 和 建議 那 在愛情上面呢 其實 我的愛情呢 都是傳遞漸進的 就是 會由普通朋友開始 因為 他跟我說 都說 因為沒有了緣故呢 你會突然之間 代入愛河 展開一個 很浪漫的激情 OK 那我的姑且 不管他自己 因為現在是沒有的 OK 他直接說回我以前的 那種 說回我前世了 他說 因為我前世 擁有一個 極高的成就呢 所以今世呢 今生呢 就會依然很習慣地 找我的觀眾 去扮演一個 很高度的 權威 或者去一個 負擔的能力 所以你會變得孤單的 那我也好扮演 我真的有一點 覺得 雖然我沒有去 呃 扮演一些什麼 就是我 呃 呃 我是 我是 做了一些 是 會令 就是我現在是 覺得自己孤單的 那麼 他說我今世呢 每當我 當我去 選擇被尊重 做了一個極大的 個人犧牲呢 他都是失望的 那這樣 我又覺得是的 呃 因為你發覺 沒有人遵從你的方向 亦都發現了個人的犧牲呢 是沒有得到人的尊敬 他又說得很硬 我又很認同 這一點 然後呢 他就建議我呢 說把那個專注力 拉回去 給自己一個 重組自己的生活啦 達到 就是 嘗試滿足自己的需求 和成長的目標啦 他說我這一世呢 這一這一世呢 這一這一世呢 就是不需要 為別人去維持某種形象啦 實際上你是有一個 自力於自己自身的問題 工作上呢 亦都不得到回報的 你是有能力呢 去滿足自身的快樂 或者公眾的要求的 那是因為前世你多 經常都是處於觀察者的經驗 例如科學家觀察家那種職行行業啦 那就是 都是選擇犧牲去自己 而去滿足別人的主意的理想的人啦 那他說我呢 我的前世呢 是主要 習慣是創造的力量 是幫助別人的願望的人啦 但是從來都不理自己的需求和願望啦 所以 令佈置我今世一世呢 就是否定自己內在那種 想保持小朋友那種狀態啦 所以 這樣呢 我們就很怕失去客觀性啦 那是 因為這樣呢 就令我 害怕失去客觀性啦 呃 也都因為這樣呢 就很難 因為過去 因為過去維持的事情呢 還有很害怕 和人產生關係呢 就 這樣啦 就很害怕客觀性啦 變成了 很害怕沒有了客觀性啦 例如你總是很下觀觀察父母啊 或者無法相信照顧你的人啊 這樣啦 你的下意識呢 如果這個只是一個小朋友呢 是不行的 你的前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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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的事情本來就是這樣 就是說我說 我本身相信的事情是這樣啦 你無法去透過自己的力量去改變 我又覺得是 其實我都覺得是 OK 那前世呢 他覺得 在很小的時候呢 還是很小朋友的時候呢 你已經很習慣這個生活啦 嗯 他也都說我呢 就很耐心世界裡面呢 很想有一些的朋友 我到這一輩子我都是的 嗯 因為面子的問題 一些問題緣故呢 是沒有辦法 令你和正常的小朋友一起玩啦 那也是我的上一輩子的遺憾來的 那他講我的性格啦 那他講我的性格啦 那他講我的性格是比較內向啦 不敢和別人表達你的感受啦 那所以 嗯 都是的 我都覺得是的 那他就說 我家人是我的尊敬 最尊敬的關係啦 那所以呢 都不敢向家人呢 你現在的真正感受 其實我對前世的今生 我都是不敢和家人說我的真正感受 嗯 但是 所以大過了之後 他說呢 他說我大過了之後呢 都是嫁來上手的 他覺得 就是說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下上了家人 我就應該要這樣 我也覺得是 真的 就是說 他說甚至連自己的婚姻都可以出賣 我真的 我真的 我看到這裡呢 我已經 不知道講些什麼好 好重看啊 真是 啊 然後呢 他就說 最後一段了 他說 所以呢 你這一輩子都有類似的性格啦 覺得自己的外貌不足重啦 又或者遇到喜歡的人 又可能覺得不能夠拍拖啦 那是因為你信心下降啦 那所以他說呢 你要記住你要改善你的脾氣啦 還可能都是溫柔的說話啦 是最好的 還有 有需要的話 可以改變形象 去減輕你一個 很兇 或者不敢用你親近的人 其實 我覺得 他大部分都是說得很對的 但是我覺得 我自己其實也是一個很nice的人 不過我也都承認 我有時的語氣是兇了一些的 那我覺得他做 說的所有東西呢 都很重看 真心 這個是我第一次的 做這個 體驗的分享 哇 真是很重 我發覺我是 選擇犧牲自己去成全人的 不管上一世還是這一世 哇 真心很重 對啦 不知道大家會怎麼看這個分享呢 如果喜歡的話呢 就記得按讚啦